普京联门后要拜的第一个码头就是中共 北极熊与大熊猫是乐力拥抱 中俄发表了超过1.2万字联合公报 让很多人惊呼 在欧美国家首脑连续警告施压中共后 习近平依然与普京深度捆绑 看来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这种莫名惊诧反映出很多人对习到底要干什么 还是看不透 对习政权多少还抱有某种幻想 这种幻想的两个例子就是前阵习近平赴欧洲访问 有些人就开始讨论习会不会因为欧盟的施压 而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中共宣布三中全会将于今年7月份召开 一些人又开始在谈论三中全会是否有可能重新走回改革开放的道路 这些讨讨论对习到底要干什么 似乎一无所知摇晃得很厉害 习到底要干什么 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呢 博主雷哥在他的博客文章《近十年习近平执政》只干了两件事 盘乱习走向的三个常见误区中指出 回顾习近十年的所作所为 如果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 他只做了两件事 一 坚定 完美 他想成为世界领袖 改变现有国际秩序 二 吞并台湾 完成所谓祖国统一大业 以此民权倾施 比肩矛盾 虽然习出了一百四十本专注 几百次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明方向 但他学识的确有些自大才书 并不像毛和邓有自己独特的思想 他的梁家和事业决定了他的三观 带有深刻的毛时代的烙印 其中包括反美的基因和民族主义情节 在他的第一个论期 2012到2017 他执政的焦点是通过反腐 打击义气 巩固权力 在这一时期 我们看到他在2013年11月 18届三中全会打出了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旗 2014年10月 四中全会有大奖 一法治国和一线治国 加上铁腕反腐 一度让国内外改革派对他充满期待 在2017年4月 飞赴海湖庄园 会见川普时 他甚至说出 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这样高大上话 当时确实迷惑了很多人 但这一时期 他又在国内集中权力 强调党的领导 发展国有企业 同时加强言论管控和社会管控 在国际上 他带头挑战美国 通过一带一路 输出中国模式 这一时期 他给出的政治信息 有些迷乱 看上去相互矛盾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 2017到2022 习进一步集中权力 在二十大上 完成了一统江山 在这个时期 党的领导被强调到无以复加 渗透到社会的防防灭灭 经济上大搞 国际民退 众手打击 私营经济 让国企掌控 经济命脉 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 和社会自由度急剧下降 同时全面加强军备 大幅提高国防预算 武统台湾的调子 也越来越高 并开始全面打造 战时经济的模式 在国际上 则全面进入反美 公开与美国对抗 和争霸阶段 与俄罗斯 朝鲜 伊朗 叙利亚 等国际反美势力 组成统一战线 构筑 邪恶 轴心 在第二任期 他思想深处的 三观底色和基调 开始充分暴露 自此 习近平的两大执政目标 开始清晰的出现 其中 武统台湾 又成了他最关注 最紧迫的执政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 也与反美内在关联 因为美国是台湾最大的保护省 理清了习近平执政的线路 和执政的思路 判断他下一步会干什么 就相当容易 一事当前 不管他嘴上说什么 说得多好听 依照他的初心 他本职去判断 把酒不离死 目前判断习会干什么 中国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上 最常见的误区有三个 一认为习子机会主义者 会审时度势 随机应变 有些人认为 中国人很聪明 在三十六级的氛围中 寻陶长大 会审时度势 会因时力道 会随机应变 这老习也不是傻瓜 他连这些最基本的道理 都不懂吗 那他怎么能混到这个位置上 当年不就是因为他会装 老实低调 骗过了江尊 以为他好控制 就推险他这个傻瓜 当了中共一把手 后来江尊都被他玩了 他一遭得势 得江派势力下手 毫不手乱 习有国人常见的矫洁是真的 需要使他会潜心折服 身藏不漏 有时也会做点表面文章 但习在秉性上 倒未必是个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 骨子里还是有蜡骨 二杆子的傻劲 他认准的路 会一条道走到黑 头撞蓝墙也不回头 所有民族主义者 都有类似的性格特征 习2012年刚上台时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整个中国沉浸在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的狂乐和兴奋中 但随后的十年中 有两件大事让习的中国梦大受挫折 一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制裁和经济打压 始于川普时代开启的贸易战 对中信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严厉制裁 以及对华高端芯片出口的限制 这些制裁和限制在拜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尤其是高端芯片的制裁 让中国高科技产业元气大伤 也让习近平第一次看到中国经济的软肋 他这才发现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是如此之强 科技上的差距是如此之大 二是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如此的拉跨 俄号称世界第二大军事力量 但却连落下的乌克兰都拿不下 原因仅仅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支持了乌克兰部分先进去 而美国和北约都没有好下场 俄罗斯就打成了这个鸟样 这也让中国军事实力自信爆棚的国人 包括在老习看到真实的中美军力的差距 武统台湾的第二次也一下收敛了不少 但习在大国崛起 东升西降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迷失中 沉浸已久 相信中国力量超越一切 相信自力更生无所不能 习在反美的历史环境中长大 思想的基调是民族主义的 在面对欧美国家压力时 会触罚他内心深处的抵触 让他死扛到底 即使利益受损 也在所不惜 所谓恶事思想 失解是大 所以即使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四面处割 国内经济困等 问题成堆 但习依然一意孤行 死不回头 可怜这14亿国人都被他绑到了 党国的战车上 立向加速 走向深渊 指望习这种人烦然悔悟 是不现实的 二 认为经济困境和迫使习改嫌更张 很多人认为 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千仓百股 四处跑冒低漏 面临崩盘 习还能一意孤行吗 有这种想法的人 大多良知未明 都是按正常人的思维 去考量独裁者的心态 但独裁者从来不在乎老百姓的死 直关心政权的稳固 毛在五十年代就放眼 为了跟有原子弹的美帝斗 中国死一半人 三亿都不怕 后来搞大跃进 可以饿死三四千万人 眼皮都不扎一下 习在这方面 继承了毛的衣补 得到了争传 三年新冠疫情坚持 秦林封城不动摇 破坏了各地经济 害死了多少人 习什么时候再不过 2021年7月 教育部按习的旨意 以身令下 出台双减政策 教育培训行业全面封杀 一夜之间上千万人失业 生活无佐 习又合成 再忽过 2022年底 习又突然宣布 防疫全面放开 完全无厘头 毫无准备 连最基本的感冒 发烧药都胆缺 导致新冠感染者飙升 医院爆满 火葬场爆满 又亡死几百万 火葬场烧尸体 都要排上好几天的场队 对这些 习有什么时候再无故 所以啊 用正常人的思维 去推测 他会干什么 很危险 因为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当政者 中共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执政党 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 中共极其领导人的邪恶 那是一种反常识 反人类 毫无底线的邪恶 有人猜测 今年7月的三中全会 中共可能重新强调改革开放 意思是 中共已经走投无路 经济所迫 也只能选择 回到改革开放之路 这种猜测呀 完全不懂中共的套路 不懂习近平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也许有可能会把改革开放 重新挂在嘴上 但他的改革开放 只是挂羊头 卖狗肉 3.认为欧美国家的高压和围剿 会让习自然而发 最近两年 习在国际关系中 讲的最多的是斗争精神 外交领域挑选出来的人 也基本上是战狼外交家 国际社会对中共越施压 习的反弹就越大 他总觉得中国很强大 可以跟欧美死磕 到底 大不了 闭关锁国 自力更生 他对此早几年就做了战略布局 想当年毛时代的中国 不也闭关锁国几十年 不也过来了吗 中国现在国力 今非昔比 他觉得中国已经强大了 欧美国家要跟中国斗 中国有制度优势 谁输谁赢 还说不准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耶伦布林肯 先后访华 要求中国改变 产业补贴政策 和低价倾销作法 并要求中国 不要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习当成了耳边风 甚至故意怠慢 美方的高级官员 习在访问法国 会将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使 冯和马也发出了 同样的警告 而习则是当面回对 曾中国新能源汽车 等产品产量大 出口多 代表中国企业 在国际竞争中 练就了真本事 代表先进生产力 出口到别国 丰富了全球的供给 还缓和了全球通胀的压力 中国根本不承担 产能过剩问题 你看看 这是不是让人听了 哭笑不得 至于欧美 要习不要站在俄罗斯一边 习的回应是 在天安门广场 用超大规模的红地毯 迎接普京 要用热烈的拥抱 与普京一一西别 然后就是用几十项协议 与俄罗斯深度绑地 并在超过1.2万字 联合公报中 首次公开点名 批判美国 上周拜登宣布 得18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弯税 其中电动车的税率 将超过百分之百 中方的回应一如既往 先是批评美国 一以孤行 一错再错 然后就威胁 中方将采取 必要措施 反制 5月19日的最新消息 中国商务部宣布 得原产于欧盟 美国台湾和日本的 进口 共拒 拒假权 进行反请销 立案调查 调查期限为一年 这明显含有威胁的意味 所以指望习在压力下 自然而退 是不现实的 习在反美 反西方的问题上 只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 雷哥的文章 应该说 对习近平看的 还是蛮客观的 可谓动落光 的确 我们应该超越 习近平的迷思 因为独裁者 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 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从一个灾难 走向另外一个 更大的灾难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 接着聊 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